原标题 武松杀潘金莲和西门庆后 为何没有首刃王国 在水浒传第26回 出了一趟远差的武松回到了阳谷县 他回到县衙交代了回书 急急忙忙就到紫石街去看哥哥 没想到迎面见到的 却是哥哥的临位 经过一番调查 武松已经确认了 哥哥就是被西门庆和潘金莲害死的 于是就带了证人何九叔和云和县衙去告状 结果之现因为收了西门庆的银子 以证据不全的借口 推掉了武松的状态 武松也不争论 只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 且却又理会 然后武松去买了笔墨之宴 酒肉活品 按仓尖刀 请了左林右舍来家吃酒 声称要答谢他们在哥哥葬礼上的帮忙 等大家都做定了 武松使土兵把入前后门 一边逼迫潘金莲和王婆姥姥 时时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一边使邻居中混笔墨的一句一句记录了 然后一刀杀了潘金莲 提了人头来找西门庆 三拳两脚之后 又在狮子楼杀了西门庆 可是他却并没有自己动手杀王婆 而是提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头 压着王婆 进头献崖来 因为有了潘金莲和王婆的共状 最后 王婆被推上墓驴 判了管刑 那么 武松为何没有像杀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样 一刀截火了王婆 而是非得要把王婆压到官府 由官府定王婆的罪呢 三顺认为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 武松需要官方的认可 来证明哥哥的冤枉 如果把王婆也杀了 就算有潘金莲临死之前的证词 也缺少人证这个有力的手段 第二 武松要向所有人证明 自己这是在伸张正义 维护道德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王婆没有后台 武松心里也很明白 知县之所以第一次处理自己的案子 正是因为西门庆有后台 有财力的支持 所以 西门庆必须由自己亲手除掉 而一旦西门庆死了 王婆作为一个市井小人物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给他撑腰了 知县也 必定会以证据为主了 事实也证明了 武松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 武松在凶掌被杀 官府不作为的双重压力下 还能做出这么冷静清晰的判断 不得不说 武松可以算的是水浒专中 这有双全的一位人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